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股市永生 我是尚良 在今天我想要请问各位 日本的股票市场有没有创新高 韩国的股票市场有没有创新高 中国的股票市场有没有创新高 我告诉各位 这些都是在亚洲很重要的股票市场 对不对 这些通通都没有创新高 那么在今天是哪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创新高 我跟大家讲 就是台湾 就是这一个媒体 就是很多人闲东闲西的台湾 闲台湾的经济衰退 闲台湾出口再衰退 闲台湾的失业率太高 闲台湾我告诉各位什么都闲 对不对 你看到很多的媒体 很多的名嘴 很多的报道 动不动就把台湾怎样 这个讲得非常的糟糕 甚至也常常要去跟中国来做一个比较 对不对 王良跟各位说过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而台湾的股票市场 根本就是这一波 全世界的股票市场里面最强的 如果你还不愿意做多 如果你还不融入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讲 那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很多人都说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最棒的 对不对 中国的人是最多的 中国的生产力是最高的 中国市场是最大的 对不对 而且中国人才济济 你们再看下去 中国的股票市场 在过去的这半年多以来 它的表现是怎样 你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叫做一滩死水 今天我们来用等比例的K线图 把它印下来 让大家来做一个比较 跟台湾来做一个比较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是外资 如果你是投资人 你要做哪一个地方的股票市场 那么当这个盘 来到9000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都怎样 嫌贵 对不对 大家就是很喜欢 嫌东嫌西 可是我请问你 你想不想要赚钱 今天重点不在于 贵还是便宜 那个是每个人 信念的一个看法 对不对 如果你问外资 外资一直在买 那我请问你 它怎么不嫌贵 它要的是什么 买了动还是买不动 买了之后会涨 还是不会涨 对不对 这一个盘 它也不会天天涨 它有的时候也会拉回 大盘成绩呢 在8月3号的时候 跌掉了67点 那天的成交量697亿 你要跟王娘说 这个盘爆量缩黑 我跟你说缩黑是有啦 但是呢 但是没有爆量啊 对不对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实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的筹码面 因为没有人看好 因为呢 大家所听到的都是负面的讯息 对不对 反而怎样 没人敢做 算话不敢 结果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的筹码面变成全世界最轻的最干净的最稳的对不对 所以才能够看到后面 后面这个盘呢 涨到了9024 后面这个盘呢 今天收在9092点 而且今天最高来到了多少 来到了这一个9101点创下波段新高 只要是创新高 那就是多头 所以我认为这整体大盘的趋势往上的 我不会嫌他贵 那为什么有人会嫌他贵 因为 因为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任何事情 他都有极限 任何事情呢 他都有一个界限 对不对 他都有一个范围 我告诉各位 做股票 不是坐火车 今天坐火车 我们最远坐到哪里 坐到左营好了 对不对 坐到基隆好了 可是我请问各位 你坐到左营 还是坐到基隆 可能他就是终点占了 可是做股票呢 他没有终点的哦 他真的没有终点哦 就算涨上去 他跌下来也没有终点 为什么 因为他涨上去之后会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可以再涨上去嘛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涨上去 爬升的过程当中 我问你 终点在哪里 其实是很多人心里面呢 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 台湾的股票会涨 台湾的股票会飙 对不对 所以看到大盘涨到9000点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贵 我跟大家讲 那是因为在过去 在做股票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 比较负面的一些体验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要被以前的经验 去限制住你的一个未来 还是呢 你应该要用以前的经验 去开创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每个人的应用方式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可以做出选择 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很多人是选择 用过去的经验 然后去限制住自己的发展 可是我的选择是什么 用过去的经验 去打造出 更棒的 更远的一个未来 也许大家以前看到大盘来到9000 看到大盘来到这个1万点的时候 接下来大盘就跌了 因为大家都在追高 所以呢 你每次看到9000 每次看到1万点你就会害怕 可是我请问你 当时的成交量 当时的市场气氛 跟现在已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就我的经验呢 过去 这个盘会反转 不是因为它来到9000 也不是因为它来到1万 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市场过热了 而是因为大家过度乐观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才会有那么多的成交量 去堆积起那么大的一个泡沫 然后呢 它才会崩 然后它才会跌 这是经验没错吧 但是这跟大盘指数是无关的 现在这个盘 来到这里 我问你 这个泡沫有很大吗 市场有激情吗 有很多人乐观吗 我跟各位说 并没有 反而怎样 反而讲空 看空 还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同 为什么 因为也许跟很多人的想法 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对完良来说 其实这个盘 涨不涨到1万点 也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认为趋势方向 它是往上的 所以我所思考的是什么 到底在当下的这个点 我们要怎么做 才是正确 而不是去预测 这个行情它未来的发展 因为任何的预测 其实呢 你就限制住了 它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所以我能不能去限制 这个盘的范围 也不会去限制 自己操作的一个范围 因此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们可以再换个角度 去看这个盘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盘它其实是有空间的 而且每一次 大盘来到9000 来到1万点 我觉得背景 我觉得筹码面 我觉得散户的心理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 而且这一波 我娘认为它很有可能 这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多头行情 你想一想 这个GDP那么差 出口又在衰退 经济又在衰退 22K的那么多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 每天听到媒体在讲的 都是台湾不好 台湾真败的 对不对 都说台湾不好 你们想想看 结果大盘在涨 这种经验很可贵吧 那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 要跟着大盘的趋势 而不是去理会那些杂音 那如果这个盘来到这个地方 都还没有人看好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有可能 还可以再涨更多 对不对 这是我娘做多的理由 我知道没办法说服大家 可是我光凭这个理由 它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再来 我们来谈一下 我娘最近的操作 我跟大家强调过 我们做股票 不要追高 也要去买到好股票 可是我所买的股票 也不代表说 它一定都天天都会涨 它也许会有震荡 也许会有拉回 可是如果你买的是赖低档 那其实呢 这些震荡跟拉回 你就不要去理它 经过一段时间 其实股票自然而然的 它可以让你赚钱 为什么 因为行情是这样在波动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 去买赖低档 例如说 我娘曾经在8月3号 带会员去买这一个BHQ 4803的BHQ 简称RQ 那RQ我们买完之后 当天是收在136.5 所以其实也没有赚钱 可是隔一天呢 它涨到了149 然后今天呢 它的股价拉回 收盘来说142 所以呢 虽然完了149没卖 147.5没卖 收盘收142 我们也没有赔钱 对不对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 因为在股票市场 其实赚钱容易 还是赔钱容易 大家都很清楚 了解 比较简单 赔钱比较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让自己不要赔钱 如果你要想办法 让自己不要赔钱 用什么样的方式做股票 才有可能办得到 我跟大家说 任何大涨的股票 任何看起来是追高的股票 一律都怎样 不要买 就这么简单 有没有人做得到 有没有人办得到 有没有人愿意遵守这个原则 我相信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才会赔 大家对股票市场 才会有恐惧 但是如果你都不追高 如果你永远都在低档 去买股票 我跟大家说 当你买完了 股票呢 它会涨 当你买完了 就算它出现了震荡 你也知道 你是买在低档 我问你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会需要担心 你会需要害怕吗 你有没有勇气 再去做下一步 结果娘不是要跟大家 强调赚钱哦 赚钱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跟大家强调的是 你怎么做才比较不会赔钱 你只要能够降低赔群的几率 你长期在市场当中 你赚钱的几率就一定会提升 一定的 可是这些道理呢 我敢说没有其他的分析同业 会愿意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推展一个操作的计划 什么样的操作计划 我跟大家说 我们要推动一个短线波段的操作 所谓的短线波段 就是以数天到三四个礼拜作为操作区间 而且我们要一再强调 我们不用追高也能买到好股票 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跟大家讲 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股票老师 那么多的解盘的节目 哪一个人不是在追高 所以呢 他们的节目永远看起来 都比完年的精彩 对不对 因为从节目的一开始 你就会看到 很多涨停满的股票 起来这里 很多创新官的股票 起来这里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只要去追就会有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问各位 你双举要参加会完 是不是 你自己去看 对于股票要收起来的时候 自己去买就好了 我请问各位 这样子做股票 明明就不会赢 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下一个阶段回来 针对我们的操作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下一个阶段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应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寡司重量不缩水 残契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征议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款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器契约专群下载哦 内疚部消防署关心您 不管这个大盘指数它在哪里 不管大家觉得 大盘是贵还是便宜 是高还是低 我跟大家说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你都要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追高 你不要被那种 这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诱惑 很多人的呐喊 很多人在封这个题材 封着股票 然后看到股票在动 看到股票在涨的时候 怕赚不到钱 然后呢 然后就追下去买 我跟各位说 越怕赚不到 越容易赔钱 今天我呢 代会员买股票 我都尽量怎样 买在低档 买在低档的转折 也许我讲的股票 不见得喔 不见得媒体会报 不见得别的老师会分析 那不要紧 为什么 因为我要的 不是别人来分析我的股票 我要的是我的股票 可以让会员赚钱 这才是我的目的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要赚钱 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容易啊 但是王良会想办法 来帮大家 所以 王良推出了 短线波段操作 以数天到三四个礼拜 为操作区间 那么我一直强调的是 我们不用追高 也能买到好股票 我举例 这档是华金科 王良代会员买在21.8 昨天呢 代会员卖 大概卖在23.6 那么 昨天把股票 卖掉了之后 我跟他说 今天华金科 他没有跌 他还涨 但我卖了就卖了 我不因为昨天卖了 然后今天涨 就跟大家说 这是我的操作绩效 没有那回事 为什么 我等一下会解释 那你先看一下 这个是7月13日 我买股票的时候 那我买股票的时候 我有在节目中告诉你 我一天去买华金科 为什么我这样说 为什么我这样做 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认为当一个老师 你应该要把你的操作 你要贡献给自己的会员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节目 都是怎样 贴一个便条纸 然后呢 然后你打电话进来 股票就送你 然后问你 还会完呢 那今天如果股票可以送人家 那你是不是应该带会员赚 比较重要吧 对不对 起码人家还有入会 缴会费 所以呢 王良不会去盖牌 王良不会送资料 王良不会给大家什么标股 可是王良带会员买完的 有可能会赚钱 有可能会赔钱 可是我愿意呈现 我愿意把我的操作 在节目当中 很坦白的表达出来 所以呢 王良当时是带会员买完之后 然后在节目中告诉你 我买进了华金科 你们大家参考看看 然后华金科的股票呢 涨到多少 涨到了23块7 我昨天卖掉 涨到23块6 那我昨天卖掉了之后 今天的股票呢 它还继续涨 涨到24块1 所以有些人会说 诶老师 你早上买到今天又不会去呢 你早上买到23块6 今天又起到24块1 差五天的 这样你够了 这样不行喔 我跟大家说 王良卖了就是卖了 我跟大家讲做股票 其实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追求的是赚钱 如果你要赚钱 那一定要包括两个动作 第一个是买进 第二个是卖出 所以呢 王良把它卖掉了 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懊恼 也不会觉得后悔 觉得它后面真的涨啊 今天会员有赚钱 第二个会员 那就够了 对不对 我们要在市场当中赚钱 你不要时时刻刻想着赚大钱 只要你活得够久 只要你待得够久 我跟大家说 你一定可以遇到赚大钱的机会 你不用怕你知道喔 你不用急 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昨天不要卖 今天摆着是不是可以赚更多 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都不卖的话 会有一个现象喔 当你看到高档 今天最高点是24块1 收盘也是下去 对不对 等到你没有卖 然后呢 股票从高点拉回之后 接下来你会懊恼 哎呦 明明有高点我没卖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很不甘心 所以叫你就算少赚一点去卖 不愿意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接下来有可能呢 怎么样都不愿意卖了 就搞到最后赔钱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一旦你下了决心 一旦你做了判断 那就去做 赶快去做不要紧 反正是赚钱 今天很多人是想要怎样 增幅这个市场 去预测高低点 去预测涨跟跌 我告诉你 我的想法不是这样 我认为行情 它是在震荡 今天我卖喔 我告诉各位喔 是因为 如果你是一个做多的人 做多就是先买再卖嘛 这叫做做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 操作的惯性 那股票它是在这样震荡 股票是这样 海来海去 那股票是这样震荡 我们应该是在这当中 一节一节的 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想办法怎样 买低一点 然后呢 在股票涨上来之后 去赚到钱 所以你要赚到这一段 不是赚到最低点 也不是赚到最高点 都不是 也不是去预测行情 你只要能够赚到 利用这个波动去赚到钱就行了 对不对 那你长期你跟这个市场 我告诉各位 我们是和平相处 我跟市场是共存的 我没有特地去预测它 我也没有要去征服它 那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预测 对不对 预测东预测西 我问你 如果你预测的 它没有来 那你要怎么办 那如果我预测的 假设啦 预测这里是高点 高点来了我要去放空 结果呢 一放空之后 砰 涨上去 涨更多 涨五成 那你要怎么办 所以预测了半天 其实呢 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要判断的是 到底在当下 我要怎么做 到底在当下 我是要买 要卖还是要留 就这么简单 你是要去分析 现在对你最有利的一个做法而已 再来我给大家看 这张股票是逸光 这逸光呢 王良是在6月20日 大概会买47.6元 这边也买了很漂亮 你知道 而且我卖了多少 大家就会写了 因为我是卖了54块钱 然后王良 54块钱卖完之后呢 股票涨到多少 股票涨到了 这一个多少 涨到了57块 我是出54块 我是买47.6元 王良买47.6元 然后股票涨到54块钱卖掉 但是我卖了之后股票涨 我也跟各位说我卖了 对不对 那你再回头看看喔 如果你没有卖 就算涨到57块钱 没有卖 今天50块 没有错吧 那逸光还是逸光啊 所以我要的是什么 要赚钱 至于我赚到的是这一段 还是赚到这一段 有的时候混起混起 但是如果我的买点好 我常常就可以赚钱 没有错吧 所以你能不能够赚钱 跟你的买点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什么技术分析啦 不是预测啦 那么再来我跟大家说 再来看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做TPK 今天是要交易完 我只不用说这支你知道 有什么 因为这档股票它曾经从多少 从高档跌下来 它在7月29号有个利空 跌到59块7 但你过去几天 一定听到王良分析过TPK 有什么 因为我有带会员买过 然后呢 股票跌了下来 那我知道很多人那天 都去卖股票 为什么王良没有 我跟大家讲喔 我觉得当一个股票老师 你要能够设身处地的 站在会员的立场去思考 也就是说 我们买股票 买股票这个开不少钱对吧 那你要拿这些钱开玩笑吗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 国家老师是怎样 今天买五档 也要出五档 又买五档 是不是 这样滑来滑去 我请问各位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嘛 那今天王良虽然买在多少 买在这一个67块6 那股票跌到59块7 可是我跟大家说 我不觉得他会跌啊 我认为这里是利空出境啊 而且我认为 拉回也是打底啊 所以你调整一下心态之后 你会发现喔 结果股票从59块7 来到614 来到617 来到62 今天最高64块4 那这样子 你看59到64跟67 本来怎样 得到59块 了不少对吧 那现在来到64了 我不跟你保证说 我一定赚钱卖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至少没有赔那么多 因为在股票市场 你什么事都会遇到 但你怎么去处理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去担心这些问题 会发生 不用去担心 一定会有 但你怎么去面对 你怎么去处理 你能不能像王良一样 这么冷静 59块7 61块4 61块7 62 今天呢 64块4 那如果 他还过前面的高点呢 我跟你讲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因为利空不跌嘛 股票出大量 不适合拚 所以这反而怎样 后面呢 很有可能还有行情 那这一波 让大家印象很深的股票 不只是TPK 王良会员今天有一档股票 创新高 这支映华 映华在今天创新高 映华在今天创新高 来到65块钱 王良当初在买的时候 就是呢 波段的低档 6月21号 带会员买了多少 更正 6月21号 那天52块1 我在6月22号带会员去买 今天股票来到这 所以跟着王良做股票 能不能够赚钱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 如果你觉得 王良讲的有道理 我也欢迎你们 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今天 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拿起电话 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实际租